好 謝謝主席喔 在選舉的這段時間當中 基層的檢調甚至警方都相當的辛勞 那利用這次質詢的機會 我要特別的拜託法務部 調查局還有警政署 對於基層的檢調警察同仁 在這段時間當中的辛勞 該續講要續講 該給加班費要給加班費 因為我有跟一些基層的同仁談過 我知道在這段時間當中 案件量非常的大 他們真的都非常的辛苦 那第二個我要請教一下 調查局 你們今天特別書面報告說你們反會選宣傳 做了一個宣傳的引帶 然後這個宣傳的引帶是說 阿嬤今年不賣票 那這個宣傳引帶是你們自己做的 還是花錢找公關公司做的 請公關公司做的 那你們公關公司做花多少錢 10萬塊以下 對 那問題是說 那個局長你回去看一下 就是說 調查局用比較有創意 網路行銷的方式去做 我這個都肯定 那今天以你們書面報告上面來講 這個 做這個臉書 到目前為止 你們說10月31號的瀏覽人數有4909次 這個次數啊 低到非常的可憐 你們8月27號就上線了 在臉書置頂了 那今天早上我特別去看 你們可能同仁有努力上去看 那你才衝到9000多次啊 那你如果委外 整個宣傳的效果是這樣 在目前的臉書世界裡 做這個跟沒有做 是一樣的 那你們要做這件事情 其他的公務部門 大家要協助 因為其實局長你上去看分享 其實幾次分享裡面 那個高速公路警察局 各個地方的分布算是對調查局比較友善 都有幫你們轉 其他通通都沒有 所以這個宣傳效果非常的差 那你們如果要宣導反會選 這個我贊成 但問題是說 可能相關的宣導調查局這邊的統仁 再多用心一點好嗎 好 是 第二個部分啊 請教一下請政署啊 你們今天提出來的報告 當然選舉的時候 每次 有人開賭盤意圖影響 選舉的結果 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 有信念的人 大家都深惡痛絕啊 那你們今天請政署提出來的報告說 目前有關於選舉賭盤的賭資有 97億2957萬 我看得很驚訝 那這97億 請政署都查扣了嗎 跟黃委員報告 這個97億啊 是上一次行動中啊 查扣的投注金額 對啊 我說現在這犯罪所得都查扣了嗎 他這個投注金額啊 是在帳面上的 是啊 你把它寫出來了 所以我就關心啊 這些參與賭博的賭資 全部都是刑事訴訟法上面 一沒收資物不是嗎 是是 啊你97億扣了多少 扣了多少 到目前為止扣了多少 那個 那個 新台幣 查扣的賭資是163萬9100 你們的整個查扣的能力會不會太差啊 你說賭資有97億 結果被查扣的只有新台幣163萬 你們是在辦真的還辦假的啊 是 是表面上面 弄得到的錢 稍微扣一下 還是真的有認真去查金流 97億耶 97億要影響我們的選舉賭博 金額很高耶 那這些全部都是刑事訴訟法上面 一沒收之物啊 啊你們有認真去追那些金流 認真把那些錢全部都抓出來嗎 有嗎 啊沒有的話 你還敢寫到今天的書面報告上哦 柯欣你回答問題嗎 是 欸 跟黃遠報告 你們有認真去抓嗎 是 那個97億啊是曾經交易過的金額 那對嘛 是是 我的問題一樣嘛 你說曾經交易過的全部都是犯罪所得 所以我才問你有沒有去查金流啊 啊你最後97億下去賭 影響選舉這麼嚴重 結果最後扣到新台幣163萬 這成效太差了吧 啊你們寫在給書面上面的報告好像是 是要跟立法院說你們很認真賭資很高 但是我呈現出來的是你們能力很差 97億扣了163萬 這不是笑話嗎 真的有認真在查嗎 後來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我後面問題有很多 謝謝 來下一個問題喔 這個問題我之前問過了 針對我們重大的一些犯罪 通緝犯的通報系統 我國處於目前 非常落後的狀況 我之前在世界法治委員會公開問過 2014年就判刑確定 吸金高達上億元 受害人高達上千人的葉海欽 通緝了4年多 但目前為止人還沒抓到 請問請政署有認真在抓嗎 請政署有認真在抓嗎 是這個 嚴謹會全力來查棄 對啊全力查棄4年多了 是 查棄4年多這個有叫全力查棄喔 他人有出境嗎 目前的行蹤我不清楚 我在會後再跟委員報告 之前喔 這不是我第一次問的案子 第二個 你們要通緝這個葉海欽 那這個葉海欽的大頭照在哪裡 這樣叫通緝喔 這樣叫包幣吧 警政署請你注意聽喔 這個人之前海天保全前董事長 聽說他警覺的關係很好喔 海天保全的背景 警政署去了解一下 改了4年多 沒有出境紀錄 抓不到 結果說告訴全民說通緝他了 照片在哪裡 你們到目前為止 針對這個壯大金融犯罪的人 到底是怎麼通緝怎麼抓的 請政府回去 請給我一個詳細的報告 因為我收到非常多投訴啊 大家嚴重懷疑啊 這個人警戒背景關係深厚啊 根本沒有認真在抓他啊 害了那麼多人 罪害金額超過上億 全都抓了4年多 問你人在哪裡 你有點罪在這邊 跟全體國人講說有權力在追棄喔 能力有這麼差喔 然後我繼續請教一下法務部 之前我就跟你們講過了 你們的地檢署會發新聞稿 呼籲民眾協助抓逃犯 那你們發這個新聞稿就很諷刺啊 結果你們現在通緝上根本沒有公告系統啊 這個是警政署警察用的查氣系統 我還要知道生命證字號 我即使知道生命證字號 譬如我與我剛剛講的那一位 重大的兼容犯罪警戒關係良好的葉海青 我即使知道他生命證字號我輸進去 我還是沒有他的大頭照喔 我上次請教一下法務部的次長 陳明棠 竟然在國外殿堂跟我說通緝犯 因為有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 請問一下法務部的次長 陳明棠講的是法務部的立場嗎 他是把刑事訴訟法86條都讓了嗎 這部分其實我們現在內部正在研議 如何的 什麼時候還有結果 等到該逃的人都逃得差不多的在研議嗎 不會啦 其實這部分包括我們相關的訴訟法 也目前在整個的 相關的訴訟法 目前刑事訴訟法86條不就說了嗎 第二的時候可以登場公道新聞紙 甚至有其他的方式來交以公告啊 現在的問題不是刑事訴訟法有問題啊 現在的問題是你們第一線的執行有問題啊 刑事訴訟法目前是訪討一個機制 那目前通緝中怎麼去側進 怎麼去加強啊 我們內部正在研議 我想要進行 還要研議多久 因為這部分還要看整個研議的 這些通緝犯 他的犯行是什麼 大頭再亮出來 因為這部分需要這個通盤的配套的一個措施 我想這部分我們盡快的 沒關係啊 那我現在只要求你們貫徹 刑事訴訟法86條的規定啊 必要的時候連公報新聞紙 通通都可以登載了 那上網要求你們 把這些最大惡極的通緝犯 讓大家知道這些人是誰 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被通緝 才不會發現那種什麼警戒關係良好 搞了四年多 還有兩根全體國人說我在全力追捕哦 太離譜了啦 下一個問題 我上次也問過 氣保險逃罪 法務部現在的立場援露出來沒有 目前還是在通盤的原因 至於要不要去鎮定 因為這部分 那個有不同的一個大家的一個相關 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我想也是進行 因為現在整個的 所謂的進行是多久 再三個月 再半年 再一年嗎 還是等到本屆國會結束 趴委員 我們是那個 而且 我們是希望盡快的來提出 對啊 所謂盡快是多久 趴委員 我們是希望在這個會區 能夠有一些的結論 OK好 這個會期以前嘛 我們希望是這個樣子 希望是這個樣子哦 是 你一定是說 只是主幹的希望啊 提出來還要看大院的一個審議就對了 好 不是啦 你們提到立法院啦 立法院不過 哪些委員不過 那是立委要的責任嘛 你們希望法案都沒有提來 你們法案沒提啊 他的效果就是什麼 對 趴委不會排案嘛 那個是不是要徵定那個氣保潛逃罪 我們內部正在演藝 我們要盡速來提出 來 另外一個 也是你們 我們研議非常久的哦 秋少哲保護法 新的政府上台 講到現在了 今天我BG來評鑑 之前國藥專家來幫我們互評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問說啊你們台灣的秋少哲保護法在哪裡 這件事情 我上個會期 我請教崔泰山部長 三月的時候問他 他說啊這個我們 可以馬上來幫你盡速來行動 但是要問行政院 然後五月的時候 我再問一次 是邱部長 他是一樣啊 要問行政院 請問現在說哨哲保護法現在到底在哪裡 放在行政院誰的桌上 沒有要辦 然後國內發生一些 壯大的 腐敗的 甚至影響到全民公共安全台鐵離譜的事件 有人出來揭蔽 有人出來吹哨 然後才說要打壓 才說要處分 那整個社會都在問啊 你們立法院在做什麼 秋少哲保護法在哪裡 報委員 有關於這部分 理經內部那個 召開相關的一些的會議 上個會期 邱大山進去這樣跟我講啊 你們永遠都在開會 永遠都在研議啊 搞了多久啊 什麼時候要送來本院 可不可以給一個答案 因為呢 秋少哲保護法那個 牽涉可能的公務部門跟私部門 有很多的 市長 去釐清 釐清天在這邊講的事情吼 前部長邱派山 在這邊全部都講過了 現在我只要一個時間 什麼時候要上來 我們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會期能夠提得出來 來 來 下一個問題 更具體的 上次我已經講過了吼 出負擬了一件 虛偽政治非法炸彈 把錢洗到中國 其中有一個律師 在裡面重裝協助 他沒有在起訴 但是他透過非法的地下會隊 他做了一個律師還抽頭喔 他有抽成啦 中間我幫你做非法的地下會隊 我也有做抽頭 上次次長來的時候 我有請教過次長 次長也跟我說 這是非法的行為嘛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律師交付 律師懲戒沒有 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 我這件事情追到金管會 我告訴金管會說 欸 管理外匯條例 是你們金管會主責的 啊你們金管會主責的 這種律師 沒有人家炸彈的黑錢 洗到中國去 啊你們金管會都不處理 結果金管會回我一個函 說迄今 本會沒有收到任何檢調的來函 說要針對這個傢伙 針對管理外匯條例 他違法的事項請求金管會來採處 那這些事情你們不就早就發生了嗎 那你們不是有防治洗錢的決心嗎 究極不法不是法務部 不是檢察官的法定義務嗎 那為什麼金管會回完跟我說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收到你們任何通知 可以說明嗎 報委員 這部分高雄地檢署 那個早已在分案徵辦 對啊 分案徵辦是行事不法嘛 對 他在偵辦的 那目前的到底是不是 涉及洗錢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行政上的一些疏勢 因為還在偵辦中 目前那個 對啊 但問題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們從去年 從今年2月 起訴了以後 在起訴書上面 相關的犯罪事證都有記載啊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他是不是有涉及到洗錢 你們要不要用洗錢另外訴罪他我沒意見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他有反的管理外匯條例啊 我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當然會去追清管會啊 我直接主動檢舉啊 這樣的律師不用交付懲戒 這樣幫人家洗錢 透過地下會對的方式 違反管理外匯條例 清管會不用裁罰 結果清管會現在是一推四五六啊 所以因為你們法務部也好 高雄地檢署也好 都沒有通知到他都不知道啊 那你們在做洗錢防治的勾氣 在做洗錢防治事後的究責 是一人一把號各推各的調 還是法務部跟清管會 因為彼此之間有密切的聯繫 因為這部是在高雄地檢署依法偵查這種話 那到底他是不是洗錢有沒有違反律師法 可能必須要是高雄地檢署 對嘛你們永遠都是用這個當擋箭牌 行事不法 高雄地檢署要偵辦 這個我尊重 市長我現在在跟你講的喔 全部都是行政不法的部分啊 這管理外匯條例該有的罰盤要罰啊 那第二個 上次在這邊已經講得很清楚啊 非法地下會對就是違法嘛 律師抽頭當然更違法 結果也沒有移送律師懲戒 那很奇怪 那一堆檢察官大家義憤填膺 所以那些不孝的律師要處理 要維護台灣整個司法制度的尊嚴 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除了不孝的法官檢察官不孝律師也要處理 所以我都贊成啊 那問題是什麼 你們的法務部 你們的地檢署 你們的檢察官 有這樣子的人 那你們自己就消極不作為 我再講一次啦 這件事情你們要不要移到清廣會 請你們自己回去 跟高雄地檢署討論也好 你們自己做延商 我是主動啦 跟清廣會蓋發檢舉這件事 但我今天問這件事情是 從我上市質詢到現在 清廣會竟然都還不知道 太離譜了 那這樣叫什麼 我防治洗錢的決心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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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